原來北高山有一間休閒農中餐廳在地經營 二十多年 最近推出鹿龍酒燉雞 雞湯香又好喝 沉述消費吃虛愛 中泡山等的料理像鹿龍酒燉雞肉 用大火像酒精燒調 微微又補身體鹿龍酒燉雞的料理好囉 這道料理是真好實報 透過中泡山的好酒雞 雞湯香又微微 這幾個燒掉因為 要是我們飲鹿龍酒夠夠了 然後用全酒的人煮 稍微有燃燒水就不夠熱 加水來說是粉紅酒 雞湯香表示 以前伊蘭看中泰喝鹿龍酒 賣的料理鹿龍酒燉雞 原本只是跟親家朋友分享 不過因為這幾個人都很喜歡 所以就建議在餐廳推出這道料理 現在一公子六龍酒 要差不多五萬塊左右 五萬塊就是做一個家庭 要來浸這公子 他也有一個很時刻的考量 因為費用的問題 他還要浸水的油泡 我就拿來做煮油菜 結果站起來還覺得不錯 不錯以後我們開始來提供料理 然後來的客人 我們就拿一罐來說 半罐來煮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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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他評價 給客人接受 現在西菜的六龍的規矩 一般人想要煮一件 六龍酒最多的規矩 要吃才會推出六龍酒燉雞料理 和民眾用一般的消費 就可以補身體 米米的六龍酒燉雞 也成功地點消費者的喜愛 導賞新聞 宋哈佩德